天父 欧洲的天才的钢琴家莫扎特 他两岁的时候就会弹钢琴 四岁的时候就会作曲 然后到六岁的时候 就到处巡回去开演奏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天生下来就会这么多的 那就是上一次他所遗传下来的技术 心理性的作用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它的来源是第一类的物质性的作用 物质对物质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以弹钢琴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没有物质性的钢琴当作是一个根源的话 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在弹钢琴的技术上面能够熟练 所以有物质性的作用作为一规 才会有心理性的作用 不管这个心理性的作用是线式的或是横跨三式的 基本上都必须要有物质性的作用作为基础 好 那心理性的作因果作用 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结果它会显现在物质性的果报上面 所以这个因果实在是非常奇妙 物质然后转换成心理 然后这个心理到最后显现的时候 它还是要以物质的现象显现出来 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莫扎特 他前一世的时候非常熟练这样子的一个弹钢琴的技巧 所以那一世的这个技巧 熟练的种子就由第八世如来藏带到他的这一世来 心去统设一切法 但是你在物质一直研究一直研究 远到到最后 它不会是无中生有的 物质法它不会无中 那个物质不灭定义就已经有讲出来的 物质不会无中生有 它现在只有说对现有的物质来讲 你在怎么分解分解到后来 它的质量它是不会变的 叫物质不灭或者物质守恒 所以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那到后来物质从哪里来 那一定是跟精神体有关 要不然我们这个人为什么要两个部分 为什么要有精神要有物质 一个公司还没有成立 本来就是归零 这个公司要成立 一定要投下资产 那我们就有现金 所以借方就有一个现金资产 那待望就有一个业主权利 它是一个平衡的 然后公司要发展 没钱就跟银行借钱 是不是就有一个 我们的资产就增加了 银行借款增加 代方就由于什么 负债 那这些因果本来就是平衡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公司都是永续经营 那就像如来账一样永续经营 那我们每年都要结账一次 今年赚钱还是亏本 是不是要种一个结账 如果每一年的损益表 就是我们这辈子的算总账 但是你明年还是 一公司来讲明年还是要这样营业 等于是下辈子 那去年赚的今年能不能花 今年赚的下辈子能不能花 该还的还是要还 该赚的还是要 所以这个是没完没了 因为主要在这没完没了 想要正确地了解到一件事情的真理的话 第一个要相信 第二个要理解 第三个要清正 所以说说修学佛法 是不是要有相信 第一个要有真的善知识 作为引导 如果没有 走错路 那怎么样 那可就是很麻烦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要理解 既然是修学佛法理解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这个宇宙的大秘密 一定是修学出圣的大圣法 它才会有目标步骤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求 证得这个宇宙的大秘密 而不是只是单纯在求 自我解脱的二圣的小法 那再来说清正 那跟侯老师讲的 我们要清正这个佛法 是不是要在自己的身心上做实验 所以不是单单修学佛法 说我来上上课 听听 做做笔记 乃至于做做研究 就可以的 倒是一定要去加以去实证 才是我们佛法真实的道理 好